欢迎在当今时代是一个非常挣钱的工作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用自己的车来分一杯欢迎收入的羹 不过欢迎用车一般都是豪车 这样看上去才会有面子 而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豪车的 因此很多人就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伪豪车 一位河南的小伙子就用4万高仿劳斯莱斯 用这辆车做欢迎一年就赚了20万 献煞旁人 这个小伙子一开始想要购买一辆老款奥迪A6 但是即便是二手车 它的售价也非常高 小伙子有点承受不了 而这个时候朋友向他推荐了一款克莱斯勒300C 这款车从外形上来看跟劳斯莱斯非常神似 看起来绝对有面子 绝对会成为婚庆公司的爆款 而且它的价格只有4万元 让小伙子一下子心动了 最后小伙子买下的这款汽车 虽然是2004年款 但是绝对是豪车的配置 买下之后小伙子去做了检查 发现这款车的质量非常好 只是更换了一些小的零件就能投入使用 跟新车相差无几 小伙子用这款车加入了他姐姐的婚庆车队 一下子就成为了很多结婚人士的选择 让姐姐的婚庆公司生意一下子火爆了起来 在投入工作的一年时间 小伙子挣了20多万 虽然这个汽车非常的费油 但是除掉了油费 实际净收入也超过了10万块 让小伙子非常满意 面对日益高涨的婚庆需求 小伙子决定给自己的汽车再做一下伪装 换上劳斯莱斯的钱中网 让这款车的身价可以更高一些 挣更多的钱 经过一年时间 小伙子对这款汽车已经有了感情 不过这款车毕竟岁数有点大了 小伙子还是想打算挣点钱 换一辆新的克莱斯勒300C 继续做婚庆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